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其实做面包很多很多师傅都做面包是很多 你怎么会从这个学徒做面包一直要做到国际冠军很爱面包 应该是说其实参加这个比赛曾经是我的梦想 对 那在我26岁的时候就看到日本的面包杂志 然后启发了我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的一个念头 对 那也成为我的梦想这样子 一直以来非常的坚持跟非常的有热情 主要原因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说在 其实在面包里面像我妈妈影响我比较深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一路来 因为以前我家境不是很好 然后八个兄弟姐妹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一直让我想要努力 然后想要去挑战自己的梦想的一个想法 对 那在酒量柜面包也是我08年 然后用妈妈的概念 然后去研发出来的一款面包 对 当时是因为小时候的我是就是不爱念书 那不爱念书在乡下的地方 然后很快乐 那爸妈呢 因为我爸妈都是文盲 所以不会管我 但是一直很怀念就是每年的冬至 那妈妈都会煮酒量柜圆 糯米糕 然后给我吃 所以我就把那个柜圆呢 作为我创作的元素 然后就在那个面包里面 把那种体会都放进面包里面 郭先生我们知道 带了很多好的品牌来到新加坡 那你跟吴先生的这个合作 有什么样的机会很巧 是 刚开始当然我是听过吴宝春师傅的 得奖的这种消息 那有一次刚好有一个老师从高雄 他也是高雄人 带了一个礼物给我 就带了一个桂圆面包 因为他知道我是做bread talk 我做面包一段时间 所以我品尝其实很有特色 他这个桂圆面包 就是很有它的风味 所以我就专程到高雄系 拜访吴宝春先生 可以说三顾 茅庐 谈了很多次 他开始因为我们是同意 彼此不知道怎么合作 那我就慢慢说服我们的这个 我们在世界各地 已经发展了快一千个店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资严 那我欣赏宝春师傅的这种 烟发的这种技术也好 用我们东方的烟物料 跟这种法式的结合也好 他的创新 我是很欣赏他个人的手艺 所以就邀请他跟我一起合作 然后发展从新加坡 从中国开始 对 其实讲到合作 这个新兴相细 合作关系也很重要 是 吴师傅你怎么看待 新加坡这个面包市场呢 其实应该是说 其实面包呢 它是 应该是说 它是每一个国家的文化 对 那其实新加坡的面包呢 其实应该是说 也很多国外的品牌也都进来 还有本地的品牌 那光我们都可以 就在全新加坡就开了很多的店 对 那但是我的想法是觉得说 那我们如何呢 就是体现出每一家店的它的特色 然后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这样子 郭主席呢 其实在本地 你在面包界算是零圈人物了 怎么看待就是像这样子 人家说比较价格好像稍微贵一点的面包 进去来到新加坡 你觉得本地国人他们的接受度会如何呢 是 我想Bright Talk 现在我们做了800多个店 那当然新加坡就大概有50个店 所以它的模式是比较容易复制的 那也可以做多店 因为我们的定位算比较中价位 一些比较大众化的 那保证师傅它是 它的基础含量很高 然后它又从健康角度也好 从很鲜美跟很好的严物料的结合 包括它的烘焙的技术 它做出来是可以说更高等级的一个手艺 手工面包 所以它这个定位是跟Bright Talk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的 例如说我们一个客单价 可能是15到20块 一个人的消费的客单价 那Bright Talk可能在6块钱到7块钱 所以它这种定位是跟Bright Talk定位不太一样的 而且它气素含量很高 难度也比较 要复制难度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可能也选择 很选择性的 可能会开3到5个店顶多 等于是高端面包店 可以怎么说 保证师傅我们知道你得奖的面包 是利用台湾在地食材 你刚才讲的童年有点回忆 那我们知道这次来到新加坡 也用了一些新加坡口味的 据说是你在自己读书的时候最爱吃的 你把这些都放在面包里面了 是是是是 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 都要把它作为一个当地的特点 其实应该是说 我到不管到哪一个国家去 我都很喜欢逛当地的市场 那当然我来到新加坡也是一样 然后我就会想要吃当地的食物 还有就是我很喜欢去找 比如说问当地的人 然后带我去吃当地 可能是不是逛公客在吃的 最地道的 对对就海南鸡饭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黑胡椒螃蟹 我都有秘密名单这样子 对可是我很好奇 它应该不会所有的口味都能跟面包融合 当然当然 它制作上一定有 当然这可能是秘密的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我们把它当作是 比如说饮食物化跟创作面包 它是两回事 对那我觉得我喜欢的是 在地的美食物化 因为它代表的是这里的生活模式 那这里的生活模式 跟我们在台湾又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是我喜欢的 对但我不一定是说 把一个原材的比如说黑胡椒的一个螃蟹 我很喜欢吃 那螃蟹它要做在那边没有 它难度很高 但是我如何用这样的概念 然后去搭配 像我就很喜欢用那一个巴结去沾那一个我们的那个 那个辣椒螃蟹的那个酱汁还有那个蛋 它就有不一样的风味 撞击出来的 对那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融合 对那也是我在这边我很喜欢的地方 这样子 而且我就是看到就是很多那个本地的面包口味 像有沙爹有榴莲 还有咖啡西 咖啡西 对对对 那咖啡西是我当时来到这边念书的时候 然后我的学姐 然后她带我的去去那个就是新加坡的早餐 对然后就两颗那个鸡蛋 对然后还有一杯咖啡西 还有咖啡吐司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让我一个早上就是 哇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吃的一个美味 然后让我满足了一个早上这样子 对对对 郭先生刚才你提到这个新加坡大概 因为这样的高端面包店大概三到五家 基本上它会是在什么样的区域呢 市中心还是 应该来讲因为它的定价比较高 所以我们是选择旅客跟这个本地人结合的地方 所以可能在shopping belt就是在物节路 Refel City比较市中心的G多 那当然住宅区可能我们也选择一个店来试试看 但是应该会很精挑细学 因为它这个投资也好 技术难度也好 培养人才都有一定的难度 对 那么现在我们很高兴看到第一家也是顺利 算是现在已经开幕了对吧 对对我们这个在首都 以前的首都市盐那边开了第一个一楼的一个旗舰店 大概三千五百层很大的一个烘焙店 全部是现场做跟食盐 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我们整个厨房在为你准备的面包 那那个店开了十多天反应都很好 那明天刚好就是我们的正式开幕 而正式开幕我们也推出了该保存是否讲的一些新商品 跟一些责价让客人来让顾客来试试看这个五宝春面包的收益 好 谢谢郭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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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浏览巴世界咨询娱乐网 以及市城时事面部网页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市城有约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